法国校园防疫措施招批评 教师罢工抗议 法国小学教师联合会等多家教师工会 呼吁13日举行全国罢工 法国家长联合会宣布将13日设为白色日 呼吁家长当天不要送孩子上学 以敦促教育部提供更多资源 使学校能够应对新冠病毒传播 法国政府希望通过调整校园卫生议定书 来安抚教师和家长 但似乎无效 法国全国中等教师工会谴责说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松 系统的使用新冠自我检测 无法有效遏制病毒传播 法国小学教师联合会发言人吉斯莱恩大卫回应说 新冠自我检测太不可靠 也无法进行病毒传播链追踪 甚至无法监测家长是否正确为孩子进行了自我检测 这种放松将使校园的新冠病毒传播增加十倍 学校将再次陷入混乱 法国家长联合会副主席卡拉杜高声讨说 这不是认真的吧 总理完全脱离现实 他提出的方案完全不合适 法国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教授马哈茂德·祖雷克 11日接受法国信息台采访时表示 政府希望通过放宽校园卫生意定书保证学校开放 但这将使学校从没有学生转向大量学生感染 他质疑到 学生作为病例接触者不再需要进行PCR检测或抗原检测 而只需进行新冠自我检测 然后由家长提供荣誉声明 这难以保证真实性 我想知道有多少父母会为孩子进行这些自我检测 法国参议院又一共和党团主席布鲁诺雷塔曰 11日接受LCI新闻台采访时批评说 校园卫生意定书管理严重混乱 在一周之内调整了三次 最新版本非常荒谬 他谴责说 这些是官僚主义措施 教师和家长不可能遵守 欧洲于半数人口将感染奥密克戎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分部对疫情形势感到担忧 估计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 奥密克戎将感染欧洲地区超过二分之一的人口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11日表示 按照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目前的传播速度 根据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预测 大约只需六周至八周的时间 欧洲区域超过50%的人口将感染奥密克戎 他解释说奥密克戎存在的突变 使其更容易附着在人体细胞上 甚至可以对此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 以及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造成二次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53个国家和地区 在2022年的第一周 新增确诊患者超过700万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自1月10日以来 26个国家每周超过1%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汉斯克鲁格表示 新冠病毒前所未有的传播规模 导致住院人数增加 但病亡率保持稳定 这一波由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高峰 对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和医疗服务构成挑战